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派教学观心论书卷第四第九讲 我们现在讲到二名提法观者 在还没有讲进去提法观者的时候 这一边我们先做一下补充说明 现在讲的是属于空观 空观应该分为西空观和体空观 现在你看这一边讲二名提法观者 你看这边直接讲什么 体空观 那西空观怎么没讲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在这边次第三观的时候 所以这个观心论书最主要是讲大圣 那大圣是讲通别元为主 但是在这一边有关于三甲四句破的时候 使者在藏教欧函的时候 我们是不用的 在天台中里面 但是在整个欧函经里面 也会出现三甲四句破 三甲四句破这个是属于立根性的行人 但是用的地方就很少 就很少 那我们大部分这个藏教立根性的行人 我们会归纳在于什么 方等的通教里面 方等的通教里面 所以三甲四句破 我们就归纳在什么 这个通教里面 但是大家看欧函经有时候也会出现 也会出现 这个是我们要交代的 但是立根行人 这个藏教的立根 刚好是跟通教的顿根 可以讲说是重叠的 因为讲理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藏教最主要是讲什么 是说 最主要是讲是说 所以我们要讲 看一经你要看它的特点 特性来讲 懂不懂 不可以 你讲是说 但是也有讲理说 你怎么不讲说 以理为主 那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讲是说 不是在讲理说 所以要以什么 是说为主 那呢 这里 藏教的西空观最主要是用 西式 入礼 用是在讲 它主要的目的在 什么 破这个凡夫外道 那凡夫外道呢 着重也是在什么 四项上 依四项上来讲 只不过呢 外道呢 的十项离 入道空有二边 断肠二见 不能够断烦恼而已 跟我们呢 这个藏教的西空观 西式入礼 信空无声实相 这个可以断烦恼 这个不一样 所以这一边都是表现在用什么 四项说 四项说 这个四项说也不能够怎么样 太复杂 你懂不懂 因为藏教 四是属于什么 顿根 所以不讲太复杂 那所以在这边呢 在我们天台宗里面 藏教的地方呢 我们这里是不用这个什么样啊 这种三甲四巨破 是不用三甲四巨破 三甲四巨破呢 倒是用在什么 通教 用在通教里面 通教体空观 直接讲离 直接讲离 那 离说呢 最主要在什么 破藏教 顿根 的什么样 不圆满 也就是四项说 所以也可以讲说 一离破四 一离破四 那所以在这个通教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用 三甲四巨破 所以这两者呢 在这个地方他没有提出来 他没有提出来 那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什么 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 但是若是直接讲小圣的话呢 不用藏通二教呢 那就会用三甲四巨破 会带进来 就会这个样子 所以有时候呢 只是讲小圣 因为通教也是讲戒类嘛 对不对 藏通二教都是主名戒内 断身时正内盘 所以若是依小圣不分藏通二教而言 那他也会带进来 所以有时候呢 经说呢 他的利润的立场不一样 利润的立场不一样呢 有时候你会看他呢 有把三甲四巨破带进来 有的地方他倒是不用 所以大家在读这个经论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他的差异的地方 才不会呢 有时候我们看一看 怎么搞得这里这么说 那你那么讲 很难你知道 他到底呢 目的是在哪里 那到底有没有错误呢 那有没有错误 为什么会这么用呢 我告诉大家 以前告诉大家 读诵大圣经典 不懂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你要想办法 为他做解释 你懂不懂 你要想办法为他做解释 你像现在 现在我们关心论里面有没有讲 这里有没有讲 细空关有没有讲 没有 没有嘛 那没有 那没有我怎么办呢 万一有人举手我怎么办 你怎么搞的 你这里是讲空关 对不对 从假入空关 怎么你细空关跳过去 你直接讲体空关呢 对不对啊 那所以呢 我要事先讲好嘛 对不对 我要事先想好 我也是有发现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细空关这边不讲 西空观讲世最主要是破什么 凡夫外道嘛 那世呢 一般呢 他的世说就是用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阴连观跟这个 关门的西空观 那至于这里呢 他就不用三甲四句破 三甲四句破呢 这一边就用在什么 通教 通教用这个理说 所以呢 在这一边 西空观呢 跟这个阴连观教官二门 大部分呢都是用教官二门破这个什么凡夫外道而已 这个四句破呢 一般 根深一层的三甲四句破 我们不用在 藏教说 因为这里最主要是破凡夫外道 凡夫外道 所以呢 你要想办法 为他做解释 让他找出一个什么样 合理的 原因 要合理 不可以自己乱讲 要合理的示意 所以这个有没有相关 这是相关性的 凡夫外道着重在什么 四项的使有说 对不对 那刚好呢 藏教也是用四项说 所以你要找到什么 他相关联的地方 那如是来示意 那我们就可以解释的过去 所以你要想办法 从法义上 来为他 解套 那这个样子 我们前后就不会 产生 冲突 那也为什么 通教采用三甲四句破呢 万 正义藏教用了三甲四句破 那通教如何用三甲四句破呢 通教就没有办法用三甲四句破了 就没有办法 所以呢 这个三甲四句破 我们用在什么 这个体空观的 通教说 那这里是呢 所以这边直接讲 讲这个体法观 通教说 就没有用这个什么 藏教说 那在这边呢 跟大家这个 作为一个补充说明 那跟着我们来看到经文 经文 经云 无名体相 集约三甲四句简则 何则 经中里面讲 无名体相 这里的无名是属于戒内的无名 不是戒外的无名 以前我们在这个天台教学里面讲过 戒内的无名 是属于 见 失 二货 那 这个是属于 事货 生死 轮回货 这是戒外大圣的无名呢 他是属于 礼货 欲离不明 欲生死 即涅盘 这个法界观之离不明 所以现在的无名 就是指戒内 因为这边讲的是属于 空观 所以大家一看到呢 这个名词的时候 你就要至少要什么 大小圣的区分 对不对 同名 意义 好 那这个无名体相 几约 三甲 四聚 三甲 就是 阴臣甲 相续甲 相代甲 四聚呢 就是中观论的四聚 诸法不自身 不他身 不共 不无因 事故 知无身 中观论的 寄宋里面呢 诸法不自身 不他身 好 这个比较容易了解 不共身 那 共身呢 就是指什么呀 因言所生 因言所生 那 世间法 讲什么 识者呢 这边的共身呢 就是指什么 众因言所生法 那世间 识者是在讲 众因言 所生法 初世间呢 初世间最主要是在讲什么 吴僧法 从 小圣 的藏教 到呢 大圣的 原教 是不是都在讲吴僧 都在讲吴僧法 讲这个吴僧 吴僧呢 不动体 吴僧不动体之法 那这个吴僧就是什么 非 因言 所生 吴僧 初世间在讲 非因言所生法 那世间才在讲什么 众因缘 所生法 这个先记住 这个进去的时候 我们再来为大家什么 做示意 做进一步的示意 这个有时候大家会搞混掉 那这个 吴僧生 这个有因都不生 那说何况吴僧生不生 吴僧更加不生 那那我们呢 进入到这个什么 这个三甲 四句说 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三甲 有阴沉甲 相续甲 和这个什么 相带甲 那 这三个甲呢 他主要的 表达的方式 都不一样 也就是他的侧重点 特性 因沉甲 因沉甲 着重在这个 四甲 着重在这个四甲 因沉甲 顾名思义就是 众因缘 守生法 因沉嘛 有没有 众因缘 守生法 就是 因沉甲 相续甲 最主要着重点在 心法 心法 心法讲什么 讲三世 心法要讲三世 有过去 有现在 有这个未来 这个相代甲 这是指什么 条件 条件 有条件 就有所依 那有条件 就有限制 那有限制呢 这个就代表什么 不究竟 不圆满 就好像什么叫大 什么叫大 说呢 一池 大于一寸 那一池是不是大 对 但是这个一池 是不是真的大 又不是 一仗又大 一池 对不对 你看大的又变成什么 小的 所以有条件 就不究竟 有条件 就有限制 就有爱 就不究竟了 他的侧重点都什么 不 一样 我一直告诉大家 看这个 经论 他在讲的 这种思想系统 你要看到他的 特性 他的特性 你才知道他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 他这个特性 你就是抓不到 你读来读去好像都差不多 好像知道又好像不晓得 你自己会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 特性 你要知道 那这样子前后你才有办法融会贯通 不会产生冲突 跟着我们来看到经文 那将 一恋心旗 必戒法成而起 及 因成甲 见心相续而起 及 相是甲 持有见之心 待于无见 及 相待甲也 那我们先来看 说一恋心旗 必戒法成而起 及 因成甲 一恋心旗就是指说你的心 必戒法成而起 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心 简单一点就是这么讲 对不对 那这个就跟我们以前讲的 心从哪里来 根成合合 当下 那一刹那 是心的显现 对不对 根成合合 当下那一刹那是心的显现 那这个是不是 根根成是不是 重阴 对不对 重阴的合合 那是不是 阴成 甲 告诉你 众阴和合 所成就是 这个是什么 是假的 所以根成合合 当下 那一刹那是心的显现 说这个心是不是真实心 说不是 这个心不是真实心 当然 一世间来讲是不是真实心 对 一世间来讲是真实心 以初世间来讲 这个心是 假的 心是假的 这一边最主要在什么 入 无生实相 所以在讲这个 阴成假 有没有 所以这个阴成假 使者就是我们在讲的 众阴元 守生法 简则这个众阴元守生法 这个法是属于什么 假有不争 不争 那跟着呢 讲 见心相续而起 及 相续假 相续就有一个什么 前后 那有一个前后 是不是就有一个 三世 有没有 所以他有一个什么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经文 持有见之心 待已无见 即相待夹 待就是属于什么 条件 又是有所依 待有 说空 待空 说有 此代 这个代就变成他的条件 条件 有条件就有所依 有所依就有限制 有限制就代表 他有所破 就不圆满 因为他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条件 那万一没有条件 那有没有办法表现 那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他表现在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条件 变成什么 成也是他 拜也是他 那我们跟着看着经文 一甲之中 附作 至他 四季简则 何则 一甲之中 就是指这个什么 众阴眼所生伐 这个伐 伐甲 那也就是阴成甲 一甲之中 附作 至他 四季简则 至他四季就是什么 至生 他生 共生 无因生 四季简则 那这里呢 首先简则就是属于什么 因成甲 这个大家可以先 给他注明 简则 因成甲 经文 经文 观一恋 至生之心 未有百戒 迁儒者 未从何生 我们讲呢 这个疑恋心有百戒千儒 对不对 那百戒千儒呢 说 从何而来 那 若云 从内心身关节者 心者 即自身 若为自身 即应长生 不须代言 前境法尘 而生耶 经文 有缘 有缘 诗生 无缘 诗不生 云和 得 自身耶 经文 非内观故 得是智慧 云和 自身 装论云 诸法 不自身 云和 自身耶 那现在呢 先讲说 自身 说呢 若云 从内心 身关节 从自己的心 身结 的话 那 那这样子 心 就是属于什么样 自身 那 若是诸法 能自身的话呢 若为自身 即应长生 自身的话呢 那会不会灭 就不灭啦 那就应该一直要怎么样啊 生下去 而且 怎样 不须代言 不须代言呢 不须代言 前境法尘 而生耶 说若是自身的话呢 就应该长生 需不需要 圆取呢 这个根层 就不需要圆层啦 我们来看 实者呢 简单一点讲 他这么说呢 表达有时候呢 我们初学者 反而会搞混掉 会搞混掉 那就是我们用 众阴炎所生法 心是由根层和合 当下那一撒那 是心的显现 这个好像比较容易 清楚了解一点 那他讲呢 心若是自身 心若是自身的话 他是讲怎么呢 根 因为我们的眼根 对着射程 是不是啊 眼根对着射程 产生什么 眼根对着射程 产生是吗 对不对 实者这个是呢 就是指什么 心 是能够分别 了别 能知 所以在这个 是跟心 有时候呢 他又同 又异 我们讲同跟异 实者是指他什么 在讲他的功能 不同的地方 实者 心意 是 是一 我们讲 心意 是呢 体 是一 是同 一跟同 是一样的意思的 有时候有时候 我们看看 一意 还是什么 同意 这个在我们中国 是讲得通的 在西洋 可不可以讲得通 在西洋 是不可以的 所以西洋 读中国的东西 他永远也搞不懂 这个西洋人 也很难理解 这个佛法 到底是怎么讲 因为在西洋 他们特别注重的是什么 下这个定义 他们特别注重呢 在西洋 特别注重这个什么 伐 伐就是属于什么 鬼则 这个鬼则呢 就是什么 我们的所依 鬼就是鬼道 你看 这个火车 可不可以跑出轨道 不可以的 一定要以轨道而行 所以西洋人 他很注重定义 下了这个定义以后 不可以改变的 这一条轨道 跟那条轨道一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你不可以跑一跑 跑到那一边的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文字上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在西洋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西洋人 读我们这个佛法 他搞不懂 所以在这边我们讲 心意识 体是一 它是一个 是同 也就是说什么 心意识 它意识是什么 是一样的 但是心意识 它依照它的什么 功用作用 功用也就是作用 不同的作用来讲 它又给它 分为怎么样 心意识说不同 这个从什么 欧函 欧函讲几世 想这么久 欧函讲六世 那初期大圣进入 为世 讲几世 对讲八世 进入到界外的大圣 菩萨圣的时候 讲到第九世 阿摩罗斯 那呢 实则心意识 它到了界外的时候 它才告诉你 原来心意识是什么 完全都是一样的 完全都一样 那之前 有没有告诉你一样 之前告诉你 心意识 都不同 都不同 所以写为世的人 没有写整套 没有读到后面的 界外菩萨圣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心意识 争议也很多 那读到后面 你才会看到 原来是一样的 所以 体育是一 依照功用的区别 对顿根的人来讲 为了让你区分 所以它又告诉你说 不一样 但是到最后 它在跟你做会归 才会告诉你说什么 实则是都一样的 都是同一种东西 只不过为了 让你区分 一个心有这个功用 所以告诉你很多不同 所以心有几个 一个 作用有几个 在经典里面只可以讲说 作用只有一个 实则 作用是不是只有一个 不是 就像说你现在一边听我讲 然后内心 对 你耳朵听我讲 眼睛看着我就有几个心 这样就两个心了 还有自己在想外边的事 就三个心了 你说对不对 是啊 所以心的功用使者是什么 是非常非常无量之多的 但是为顿根的人讲 可不可以一下子讲说很多 也不可以 就讲说什么 只有一个而已 对吧 所以这个讲到到最后 它才会潜伏讲 那现在我们讲 这个心 心就潜藏在怎么样 根 说 潜藏在根里面 那若是眼根人生的话 那就代表需不需要沉 不需要 对不对 那若是在根里面 那根就变成自身 那就变成自身心 我们就不需要什么 外沉静 那实则 根能不能够自身心 不行 于需要怎样 有外沉 才能够起了心的作用 那现在这个是小胜说还是大胜说 你现在讲小胜还是大胜 是小胜说 你要先界定好 是小胜说 到了大胜说的时候 你看它才会讲到怎么样 若是一定要外沿的话 心才会起作用的话 那我睡着了 我不外沿 我怎么会做梦 对不对 做梦是不是心事的作用 对啊 那我没有外沿 我的心事也会起作用 那个又进入到什么 大胜说 原来心也会什么 自我的缘曲 自心 自我的缘曲 所以这种作梦 可不可以在小胜华讲 不可以 就不可以 所以你要看 它的经论不同 你看它的说法也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看着大胜来搞小胜 用小胜来去搞大胜 它有它的什么 定义范畴的地方 它的界定 好 那这里我们先讲 这个根怎样啊 不能置身 必须要怎样啊 仰仗外缘 心才会生 那说若是心自身的话 那这个对不对呢 那这个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外缘才会生 因为外缘才会生 那刚才不是讲的吗 那外缘的话 那这个代表 对不对啊 不对啊 对不对啊 那不对的话 那到底会不会自身 所以若是自己会生的话呢 那就变成要一直生下去 你看它现在又是另外一种讲法 对不对 这个本来应该要两个合合才生 对不对 合合才生呢 这个是属于事件心 还是初事件心 对 这个是属于事件心 那现在也检测这个事件心 到底对不对 所以首先检测这个眼根 眼根自己会不会生心呢 所以不会生心 必须要怎样啊 跟外缘合合 才会生起这个心 对不对啊 那所以呢 这个根怎样啊 自己会不会生 根不生心 那现在说一定要外缘 好 那现在我们讲 若是不需要外缘 自己就会生的话 那这样对不对呢 说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若是自己会生 不需要外缘 那就应该要怎样啊 一直生下去的 那就会变成什么 长生 长生就落入到什么 长剑 长剑会不会灭 不灭 不灭 但是人 是生灭还是不灭 对是生灭 那你的心若是置身的话 就应该要怎么 长 那长变不变 不变 但是你想想 你的心变不变 对 我们的心 刹那刹那 一直在变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你现在眼睛 看着我 听我讲课 对不对 心若是不变的话 那你会不会想 另外一件事 会不会 对 你就不会想其他的事 你就会怎样啊 一心一意 不起第二恋 一直听着我讲 但是事实上 有没有办法 一直听我讲 没有啊 你一边听 脑筋也一边动哦 你说对不对 可见心是怎么样 生妹生妹生妹 所以呢 置身心也是怎样啊 说是不对的 说是不对的 那所以他这边讲呢 若是 若为置身 若是自己能够生的话呢 即应长生 那你就应该一直生下去 不需带缘 那 那需不需要 这个什么 外面的射程 就不需要嘛 不需要等待外面的射程 来生嘛 所以经说什么 有缘 失生 有缘就是什么 众因缘所生 众因缘所生就生 无缘 无缘能不能生 那云和得自身 那怎么搞得会自己会生呢 所以诸法怎样啊 不自身 那诸法不自身 但是这个心怎么搞啊 大家有没有想到 那这个心怎么搞 它从哪里来 那这个心从哪里来 这个心从哪里来 因缘合合现前 那现在不是告诉你吗 因缘合合现前 对不对 不对吗 这个心需不需要 会不会自身 不会自身嘛 对不对 自身不带缘嘛 对不对 那这个心 那这个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对推回去 真实像是信空无生 对不对 那是信空无生 信空无生 那是信空无生 那这样是不是等于心 心的真实像是信空无生 那信空无生可不可以等于心 对啊 每一个东西都信空无生 对啊 那这个心 那这个心 是从哪里来的 无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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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像是信空无生 那无生动不动呢 无生是不动体 那不动体 那你的心动不动呢 动 那你这个心 那这样子对不对呢 好 事件跟初事间 好了 那现在这个心呢 依世间来讲这个心对不对 这个心不对 依处世间来讲 依处世间来讲这个心对不对 依处世间来讲这跟层合合的心是不对的 那这个心这个动不动 正直向是不动的但是你现在这个心呢 随时在动对那这个心就变成是 还应该叫做什么心 还应该叫做什么妄心 叫妄心 但是我们是不是都处在真心还是妄心 对处在妄心 现在我们全部都处在什么妄心 你的心一动就代表是错误的 你现在所想的就是错误的 对不对啊 对不 这个都是错误的 因为真实向是什么 不动 是性空无声不动体 现在你只要会动 就代表一切皆忘 是错误的 所以你不要想说 你现在在思维想的是对的 我告诉你 依照这个不动体来讲 你现在所看所想的都是错误的 那是不是心的作用 是不是心的作用 是不是 不是啦 那个是你自己想的啦 不是心的作用 现在你的认为都是你自己想的 那自己想的 跟这个性空无声的不动体一不一样 不一样喔 既然是不动体的话 他会不会去想 他不会去想喔 所以现在你自己的认知所想 那个是你自己想的 跟这个初世间性空无声 有没有关系 对扯不上关系 但是我们认为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我们搞错了 我告诉你 现在只是小胜喔 刚刚起步的小胜还没有大胜喔 依照这个来看 你现在所想的 一切都是不对的 你不要认为你想的是对的 是不对的 对不动体来讲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 没有看到那什么 真实相 真实相跟世间呢 你如何取得一个什么 平衡的融会贯通 这个很重要喔 这个很重要喔 所以呢 现在你要先抓住他的什么 性空无声 现在这边讲这个空性无声 这个不动体 这个不动体 所以他这边讲呢 有缘失声 无缘呢 失不声 云和得自声耶 那哪里可以得到自声呢 金云非内观故得是智慧 云和自声 是不是内观得是智慧呢 非内观不是内观之所得 那既然非内观云和自声 但是有没有离开内观 但是有没有离开内观 要不离开内观喔 要不离开内观 那不离开内观 那不离开内观 那这个代表什么 因方便得入道 方便入真实 但方便不是真实 未证的时候啊 方便未真实 这个若是我们用未接 比较容易了解 那我们看呢 外反内反见到位 对不对 外反跟内反呢 他是属于什么 方便 见到位呢 分正无声就变成真实 对不对 见到位之前呢 方便非真实 但因方便入真实 所以要入真实 可不可以离开方便 不能离开方便 但是方便非真实 见到位以后呢 方便就变为真实 所以他前面讲 非内观 对不对啊 非内观得是智慧 因为方便非真实 但若是真实讲的话 后面还有一句 也不离内观得是智慧 对不对 中论云 诸法不自身 云何自身 那自身落入了这什么 常见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讲这个什么 他身 我们在为讲这个他身之前 这里的文字上 这个描述 有时候比较 好像跟以前我们讲的不一样 事实上呢 这个在讲呢 他每一次 有时候 他的表述会不一样 表述不一样 对我们初学者来讲 很难理解 所以你的经书要看得多 看得多比较容易来理解 还是用另外一种什么 方式比较容易理解 不然很困难 那这一边还没有进入之前 我们先用以前的方法 跟你讲一遍 这么来带 你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阴沉甲 首先的自身 我们讲 众阴云所生法 根层何合 是心的显现 现在观照 心从哪里来 既然是根层何合 现在先观这个眼根 说这个眼根 可不可以生心 若是眼根可以生心的话 那需不需要外层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 那眼根就是可以自身的话 那就变成是怎么样 就变成自身心 眼根就是可以生心的话 那就变成自身心 自身心就变成一个什么 常见 那常见就会什么 永恒不变 但事实上是怎么样 生妹生妹 撒那撒那 是不对的 而且自己会不会生 说自己是不会生的 必须要什么 重阴 何合 才能生 所以自身是怎么样 是不对的 自身是错误的 是不对的 那所以 后面才讲 有缘失身 无缘失不生 这个就像我们一般人 有因缘 因缘合合 心的陷起就失身 对不对 好像没有因缘就怎样 就好像是空了 就没有了 那这不对 那云合得自身 那这个自己说怎样 是不生的 金云非内观故 得是智慧 云合自身 那是不是内观 得是 就能够得到般若慧 那内观要不要圆取 也是要嘛 对不对 所以 非内观 那死者怎样 我们讲过 也不离内观 那 中论云 诸法不自身 云合自身亦 诸法不自身 那如何呢 产生自己会生呢 那这个都是 另外一种什么 对于自身错误的描述 他的引经论 那他身 所谓的他身就是什么 外臣而身 前面讲自身是根身 那外臣能不能生呢 外臣若是能生的话呢 那这个就落入到他身 他身的话 诚是在人的外面 那外面他 他若是有心的话呢 那是谁在知 那是他知 对不对啊 那他知 关不关你事啊 不关你事嘛 对不对 所以他身对不对呢 是不对的 再来 说呢 社臣 社臣有没有心事 社臣没有心事 对不对 社臣也没有心事 所以他身能不能生 他身也不能生 所以他身是怎么样啊 是错误的 再来讲共生 根不能生 臣不能生 两个合合在一起 可不可以生 可不可以 那也不可以 因为根不能生嘛 臣不能生 两个不能生加在一起呢 也不能生 就像说一堆沙没有油 两堆沙 加在一起 那也是没有油啊 所以呢 共生是不对的 但是呢 你看看哦 我们之前不是讲 众因缘守生 根成合合生心 对不对啊 那现在讲说 根成合合生不生心 不生心 一个生心 一个不生心 那怎么搞呢 一个在讲 世间说 根成合合生心 这个心是在指什么 世间说 现在讲不生 根不生 臣不生 两个不生 合合起来 也不生 那这个是指什么 初世间说 在这里时常我们搞混掉 以前这个东西我在这边我也搞不懂 明明讲众因缘所生嘛 对不对啊 怎么搞的 搞到这里变成怎么样啊 他不生路 所以在这里大家注意哦 一个因缘所生是世间说 这里的众因缘所生呢 这个无生这里是属于初世间说 所以初世间法 非因缘 你看 那这我们讲无生法 无生法是不是因缘所生 非因缘法 所以要记住 初世间非因缘 但不离开因缘 但不离开因缘 为什么不离开因缘呢 因为他假借因缘之说 来表达初世间的真实相说 就像现在根层 我们用根根层 这个是不是世间 对不对 藉由世间的因缘法 来表达初世间的无生说 所以无生非因缘 但不离开因缘 不离开因缘也代表什么 这个讲这个无生 他不是断媚 因缘何何限期 他代表不是断媚 跟外道的空无生是不一样的 外道的空无生是属于断媚 这里的空无生 他非断媚 那这个就是众因所生 那这个有因缘 生都不对了 那离开根层没有因缘 生不生 更加不生 有因都不生 何况无因缘 对不对 那我们这么讲 是不是简单一点 对简单一点 但是他这个经文一搞了以后 另外一种描述好像就 我们很难理解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大家要能够怎样 转介 你这个文看不懂 你要想到另外一个什么方式 就像有时候 我们讲教门 讲教门有时候搞不懂的时候 要借助什么 关门来示意 有时候关门难搞懂的时候 他又会借助什么 教门绕回来 那关门难懂的话 先讲教门 教门一懂的话 以后我们再带入关门 那就比较容易了 你就要怎么 要绕一圈 你要绕一圈 你不要这里搞不懂 一直死对着他 对着他干 我告诉你 没办法的 这个脑筋转不过来 就是转不过来 所以有时候你要怎么 绕一圈 然后看到这个东西 想到什么 相似的 可以劣势的解释 所以有时候示意的时候 你会看到 奇怪的 明明他讲这一边 怎么会绕到那一边 因为直接讲 有时候很难懂的 所以他必须要怎样 绕到另外一种方式 讲回来 会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有时候东西你要看得多 那比较容易了解 那你看不多的话 你只是知道一种方法的话 这个看起来 你会觉得相当辛苦 相当辛苦 所以你看得多 智慧就怎样 广 智慧就广 那跟着我们来看到 这个他生 这个经文就比较容易懂 来 若为由圆前静 法臣而生 就是呢 圆者沉静 即是什么 他生 是即不可 那这一边就是说 外臣 前面是什么 根不生 对不对 现在讲什么 臣 是不是由臣 生心 那臣能不能生 臣不能生 若是能生就变成什么 他生 他生就变成呢 他之 他之 他之关你什么事啊 对不对 他之有没有关你的事呢 就不关你的事了嘛 所以呢 他生 是即不可 不可就是什么 这个也不对 晶云 非外观得是智慧 云和从敬深夜 前面 自身是内观 对不对啊 现在是什么 外观 所以外观得是智慧 云和从敬深夜 但有没有离开外观 事实上也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这外观是属于一种什么 方便 所以非外观 但是也怎么样 不离外观嘛 就像说我们不静观 不静观取向观 对不对啊 虽然是不对 但是可不可以舍弃他 不可以嘛 论云 亦不从他生 云和他生焰 这个中观论里面讲 不从他生 所以呢 如何从他而生呢 经文 若必为他生 静应长生观志 何带内心观源方生 所以呢 若是他生的话呢 那静应长生观志 那这个外沉静应该呢 怎么样啊 时时刻刻 都是生起这个什么观志 那何必需要带内心观才启发呢 对不对 经文 若未有内心 对外静法沉而生 就是内根对外沉静 观志即是共生 事亦不可 那这个观志 就变成是什么 共生 内心对外沉 而受事亦不可 这个也不对 经文 前者至他无生 合共云合得生 那前面呢 至生不对 他生也不对 合起来 那怎么会生呢 就好像怎么样 一沙无油 合众多沙亦无油 一沙没有油 众多的沙合在一起呢 那也没有油 那这里就是 简则这个共生 是错误的 经文 若前至他各有生 若是自己会生 他也会生 那合起来就应该怎样 哲应有两生 才对 那两生的话呢 就几个心 就变成两个心了 那两个心就应该要几个人 变成两个人了 对不对 实者是一个人 对不对 一个心 经文 若若各有生者 云合复用合生 论云诸法不共生 这边讲 如果是各个都能生的话 那何必合在一起呢 我自己都会生 对不对 那何必要外援呢 对不对 而且也不需要外援 对不对 所以这边讲 若各有生 云合复用合生 论云诸法不共生 所以 讲诸法怎样 不是什么 共生 合合而生 经云非内外观固 得是智慧 云合去共生 经说怎样 不是内外观 能得智慧 智慧不是内外观 但是我们讲过 话一讲回来 还要怎么 不离内外观 但是你要知道 这里都是偏重一边来讲的 你懂吗 跟着我们讲无音声 前面共生是有音言 有音言都不生 那无音言呢 说更不生 所以我们下面看经文 破了这个无音声 若未离心离境 生者 即是无音声 事意不可 论云 有音言 生 尚不可 何况无音言 有音言声 都已经不对了 有音言声 就是指前面怎样 众音合合 前面的共生 共生都不对了 何况怎样 无音言 今云不离内外 得是智慧 云和 五音连声 今说一下 不离开内外观 得是智慧 行者 如是事迹 简则求心 虽不可得 亦游未尽 终终 见有心 相续而生 说行者 透过前面四句话 这个 因成假 诸法 不自身 不他身 不共 不无音 如是简则求心 有没有心 有没有 还有没有 怎么想这么久 透过前面 的简则 那就怎么样 心不可得 那不可得是什么 亦游未疑 虽然是不可得 但是呢 是不是就没有了呢 终继 见有心 相续而生 那都没有的话 那也不对啊 那不是变成空无了吗 对不对 终继 有心 相续而生 那应该有一个心 相续而生 荆棘曰 相续夹 相续夹 相续 是指时间 那前面 因成假 也可以讲 是空间 也可以讲说 是空间 事象 是指空间 相 相续夹 现在是指什么 时间 那时间 又有什么 三事 前后 所以 因成假 是可以讲说 是什么 空间的破 相续夹是时间的破 那我们看经文 问 为前心魅 后心生 为前心不魅 后心生 为意魅 意不魅 生 为非魅 非不魅 生 这一边呢 我都另外给它断开来 那这里的心 我们看经文 我们看着经文来消闻 就可以 若前心不魅 生 即至生 第一个 前心不魅 前心不魅 那这样子生心的话 那这个叫做什么 自生心 那 前心若是没有魅 前心不魅 后心又生 那这样有几个心 就变成两个心了 对不对 那两个心对不对 不对 而且自生心也落入到什么 常见 这个自己补充 自生就落入到常见 而且前心不魅 后心生 那就变成两个心 所以这个 不魅生是错的 再来 不魅生是错的话 那跟着再来 就引发这个 第二个问题 如果前心魅生 即是他生 那这样子前心是不是魅了之后才生呢 生后心呢 是不是啊 前心魅了 后面这个心再接上去 对不对 说若是已经灭了 灭了能不能生啊 灭不能生嘛 所以前心魅 后心生 那这个就落入到什么 那这个就落入到什么 他生 而且呢 说灭了 根本不能生 所以前心魅 后心生是不对的 那第二个是不对 第三个怎么样啊 若灭了 若一灭一不灭即共生 若一灭一不灭 若是灭了能不能生 灭了不能生嘛 对不对啊 那不灭呢 不灭生就变成两个生了哦 也不对 对不对 所以一妹一不妹 这个怎样 说这个共生也不对 那一妹一不妹不对 那非妹非不妹 实者一妹一不妹 就是什么 两个前面 两个前面的总和 那非妹非不妹 也不是妹也不是不妹 非妹就变成怎样 就变成自身 不妹身 不妹身就变成两个身 非不妹身就怎样 灭了嘛 那所以呢 不是妹也不是不妹 这个就变成怎样 无因身 事据据不可 故论云 诸法不自身 亦不从他身 不共不无因 云和事据 既有生业 那所以 那所以 诸法不自 这诸法本无生 那现在呢 如是哪里有生呢 若如是的话 说呢 金集曰相待假破 相待假呢 我们前面讲过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 条件有所依 有条件有所依 有条件有所依的 相待 这个待呢 就是指条件 经文 金集曰相待假破 问 此心 为待 生 心生 为待 不生 心生 为待 亦生 亦不生 心生 为待 非生 非不生 心生 你看这里有一个 待 有没有 第一个 若待 生 心生 那这个样子就变成什么 自生 自生常见 就有什么 两个心 若待 不生 心生 即是 他生 那这里是指什么 灭生 都已经不生了 对不对 都已经什么 不生了 那不生还会不会生 就不会生 对不对 所以 待不生 心生 这个又属于什么 灭生 又是他生 若待亦生 亦不生 心生 这个叫做什么 共生 前面两个灭不灭 生 若待 非生 非不生 心生 这个就叫做 无 阴生 那前面共生 有阴都不生 何况是什么 无阴 所以四句简 皆不可得 如是三甲四句 求简 生 不可得 即之 即自之所计 定位 心有 百戒 迁如 形象 是 忘其 颠倒 你看看 这一边讲 四句简 则 皆不可得 如是三甲四句 求简 生 不可得 那你就要知道 自己所计 自己所计 而自己所知 定位 心有 百戒 迁如 心有 百戒 迁如 形象 是什么 忘其 颠倒 你认为 这个 百戒 迁如 简单讲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是一个什么 世间 颠倒的 世间 你现在 生活的 你现在 生活的 这个世间 现在这个 现象界 都是 怎样 错误 颠倒的 你的认知 一切 都是 颠倒 颠倒 那世间 因果 颠不颠倒 那 讲到这里呢 我们也要撇开 世间跟出世间来讲 哎 世间的证件是 三是 因果 对不对啊 十有 三是 因果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十有 是 这个三是 因果 这个世间法 对 出世间法 哎 出世间法 是什么法 出世间法 是什么法 应该讲对 讲这个不生命 无生法 对这个不生命的无生法来讲啊 世间的证件 已经是证件了对不对 对出世间来讲啊 这个意义是怎样啊 颠倒不实的 意义是颠倒不实 这个 这个 这讲起来好像很难以接受 对不对啊 好像很难以接受 好像把世间给推翻掉 对不对 对啦 没错的 哎 你不把世间给推翻掉 你如何入到出世间 你说对不对啊 但是呢 你把世间给推翻掉 人又生活在 世间 那你 那你这样子 哎 对于我们来讲 那怎么搞呢 会吗 会精神分类吗 那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现在是小胜说 哎 这里是 体空观 界内 小胜说 我们还有什么样啊 界外 大圣的全教 菩萨圣说 还有呢 法界 佛圣 这个法界观说 这个要 推到后面呢 原教 法界观 才有办法 真正做一个什么 融合 才有办法 那现在小胜里面呢 你为正入了无生 不生媚法 你现在一切 都是不争 一切都是不争 你的认知 都是错误的 认知都是错误的 所以呢 这个有时候 这个礼业 讲业进去 有时候 你会发现 业来好像业迷惘 但是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呢 也就是说 如何到最后 融会贯通 那你就是要怎样啊 学整套的 一直推上去 推到原教里 他一直在讲这个 如何跟世间融合 讲出去 还要再讲回来 现在我们只是讲到什么 戒内 那戒内对我们凡夫来讲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所谓的 世间的政见 对出世间来讲 也是不争 都是虚妄向详 但是呢 我在这边讲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会认为 一直是对的东西 对不对 结果呢 原来是不对的 原来是不对的 那到大圣会不会对啊 什么没有对没有错 这个愚痴论 这个所谓的 这个无是无非 这个会落入到愚痴论 你懂不懂 就变成 没关系啦 无所谓啦 这个叫愚痴论 这个不可以 我告诉你 小圣是希望向想是不对的 对不对 到了大圣是希望向想的 我告诉你了 也是希望向想的 也是希望向想的 这个我们要推到后面原教呢 我会一直做比对 回来告诉你 他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讲 这一边讲 四句简介不可得 如是三甲四句 求简甚不可得 极致之所记 定位心有 百戒迁如形象 是忘其颠倒 那这边我要告诉你 这个所谓的百戒迁如的形象 就是指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都是怎么样 你忘其颠倒 所以刚才告诉你 你一切的认为都不对的 这也不是我讲的 你看这里有讲 你所认为的这个都不对的 那经文 毁过智者 溃灿先罪 是则八十八十苦疾 十二因缘被俘 不起六弊 名为灭地 所谓的灭地 就是怎样 八十八十苦疾 见或有八十八十 对不对 施货呢 八十一 那八十八十苦疾 就是世间的因果 十二因缘 三世轮回 被俘 不起六弊 六弊应该是六道轮回的 那有前面呢 我们有讲过这个六弊 对不对啊 六弊应该是六道轮回 但是有时候我们讲这个六弊 这个变成是属于什么 六度对质六弊 是不是啊 那这里是不是六度对质这个六弊 这个也没有一个 我看也没有其他的示意 那到底这里是不是六度对质六弊 这个我也不敢很肯定 只不过这里你看 苦疾是讲什么 四地 有没有 四地是属于什么法 声闻法 十二因缘呢 言诀法 对不对 菩萨讲什么六度 那六度是不是对质六弊 对不对啊 所以这里呢 若是用这个什么 三圣法来讲的话呢 那这个六弊就应该是属于什么 六度所对质的六弊 有没有 就第一个 这个布施 对质这个奸贪 第二个呢 这个持戒 对质这个破戒 第三这个什么 忍辱 对质这个称恨 第四这个什么 精进 对质这个 应该是懈怠 第五个 禅定 对质散乱 第六个 波仁 对质这个 愚痴无知 那这边就是我们用这个什么 三圣法 那就可以怎么样 融会贯通 就可以讲得过去 但是这里也没有说很清楚的 所以我是 依三圣法来套 那经文 能服苦及之道 名为道地 道是对质 道是对质 那所以对质怎么样 对质这个质 那灭是灭到这个苦 经文 知苦及之过 质不更造 明行道 人也 道 解脱道 知道这个苦及之过患 然后不再造作 这个就是行解脱道 这个就是行解脱道的人 那下面就讲到这个什么 失货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讲这个失货 我们看着看到经文 覆次如上简直 求心不得 即发一重空结 上面呢 是属于油门 那破油呢 现在入到这个空 说呢 求心不得 即发一重空结 这种 这种呢 见解呢 入到这个空 这种见解 一般都是从哪里而来 像这种呢 三甲四巨破的推敲 是从哪里而来 那这一种呢 都是从禅定的思维而来 我们讲说外道见 外道见呢 都是从哪里而来 禅定 因为在定中所思维所见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什么 禅定的思维的禅观 我们讲过禅观 禅观在观什么 禅观在思维实相意 所以禅修 禅修事实上 我又讲 禅修一般人 都不晓得在修什么 实者禅修就是在修 在什么 思维实相意 坐在那里 起观观什么 观实相意 你看呢 坐这个不敬观也好 属席观也好 要观去哪里 怎么想这么久呢 要观去哪里 不要常观念佛 好很多人都念佛 对不对 那里念佛念去哪里 什么极乐世界 可见你们这人都乱练的 乱练乱做的是吧 乱练乱做的是吧 刚才不是讲吗 实相意吗 一切法都会归到实相吗 参禅要什么 思维实相意 你不敬观 不敬观的目的在哪里 入到无生实相吗 属席观 属席观也是要入到无生实相 你没有入到无生实相 你如何去断烦恼 我问你 可能大家看经没有在思维 经中都讲做了不敬观 然后震得欧罗汉国 对不对 属席观又断了烦恼 你数了那么久 你怎么不去断 搞错了嘛 不敬观的目的就是什么 与无生实相相应 属席观到最后也是要 跟无生实相相应 你认阿弥陀佛 也是跟无生实相相应 这是我们的目标 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 留一条后路给你 万一你没有误入无生 至少去到那里可以继续学习 那所以呢 诸法都是什么 跟实相应来相应 你若是没有跟这个实相应相应 你搞来搞去搞到最后还是 整个人呢还是 说实在来还是很愚痴的 因为你搞什么都不知道嘛 所以呢 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入到实相应而为说 所以这个是重心点 你一定要知道 所以乃至呢 禅宗参话头 参话头 参什么话头 思为实相应 也是一样的啦 参话头的目的也是入到实相应 不然人家跑去哪里呢 诸佛所说皆说实相嘛 那离开实相呢 集统谋说 所以你坐在那一边 你也是思维实相应啊 所以开悟 悟到什么 悟到无生嘛 只不过无生 我们在我们天台中里面 我们有 障通别远的无生的不同嘛 对不对 所以最基本的这个实相应 无生 这个你一定要把握住的 那这个样子你才不会搞错的 那我们讲回来呢 这个见解大部分都是在什么 禅定理念 所以三甲四句实者是属于他的什么 禅观 那禅观呢 你没有跟真正的实相无生意相应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落入到一个什么 空 落入到这个空里面 前面是一个什么 有我 所以有我有这个心嘛 对不对 现在破掉这个我落入到什么 无我 有一个我不对 那应该是怎样啊 应该是无我 对不对 所以呢 即发一重空结 定心 战战 空见玉明 定心战战就是什么 安闻 空见玉明 而且这个空见怎么样啊 增加 尚不见心 尚不见心 其余百戒千如者乎 尚不见心 心就是指什么 实相 实者心就是在指实相意 这个无生实相意 尚不见 尚不见 岂能见百戒千如 寻经独论 有名空处 以心相扶 既心转胜 因而我慢至高 凌他不觉 即慢实也 这个讲呢 寻经独论 这个行人呢 发起了这个什么 空见以后呢 也来怎样啊 读诵经典 读诵经论 有讲到呢 这个呢 诸法是空的地方 以心相扶 这个时候 这个内心怎么样啊 相应 以心相应的时候 你又觉得说 对 经中所讲的呢 就是我想的 如是寄心转胜 寄心转胜是什么 我指 我想的呢 一定对的 更加牢固了 对不对 因而我慢至高 因而争取什么 这个慢心 这个慢心 什么叫慢心呢 凌他不觉 他人不知不觉 我知我觉 我的才是对 我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个叫做什么 慢实 也就是慢心 我会你不会 对 就跟以前我们讲的 我告诉你哦 每天多两点起来诵经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慢 时 虽然是慢时 但是好不好 也是很好 每天两点起来 对不对 确实很好 但是讲给人家听 慢心就变成什么样 慢时 那这个样子就变成一得一失 你两点起来就变一得了 对不对 所以人之慢心就变成一失 那 占空则喜 何空则撑 有人讲说 这个一切空无声 你就怎样 欢喜 若是讲说空无声 这个不究竟的话 你就怎样 升起什么 称恨之心 贪爱空剑 极贪无饼 贪爱空剑 贪爱空剑 欲落入到怎么样 断媚剑 职友的人容易落入到常见 职空的人 容易落入到断媚见 那knows有好还是职空好呢 两个都不好 但是 两个都不好当中 就是选一个 只有的好 所以佛说灵验直有如虚拟 物质这个空间 这个什么 如戒指 因为怎么样 执着空间的人 波无因果 那个就不可救了 所以佛不对这个 执着空间的人说法 因为你怎么讲 他都只是一个什么 空 一做事情 这个诵经拜佛 他就是空 这个时间到了 他要吃饭了 他就不空 所以这种空间的人 你跟他在一起 你会发现 执着空间的人很懒惰的 很会找借口 非常懒惰 只要稍微动一下 他就一切接空不要 这个叫不执着 乱乱来 那这个容易落入到波无因果 人又懒惰 所以宁愿直有 虽然他直有 但是至少怎样 是人努力用功 不坏因果不会乱来的 所以执着空间的人 自己很会自我找理由 推托 遇到这个很麻烦 但是只有的人 有时候又很怎样 固执 这个 有时候也很麻烦 两点起床就起床了 但是千万不要打扰到人家 有人自己起床还要怎样 同寝室的人 大家吵得不能睡觉 这不可以的 你懂不懂 两点起床的自己怎么样 静静的起床 自己知道就好 不要烧扰到人家 所以这个执有的人 这个有时候最麻烦的 就是怎样 容易影响到人家 来 经文 不聊即吃 不聊就是什么 不知了 不知什么 不知实相 所以 凡事不知实相的 这个我们都认为是什么 是吃 所谓的吃 这个 鱼吃就是鱼里不明 对不对 鱼里不明 我们说 什么观 鱼吃的众生 因言观 有没有 经文 鱼或地鲤 即鱼 鱼或地鲤 地 就是指什么 真地 遗或出世间 真地鲤 这个叫做遗 那我能结 即生见 我能知 你不能知 我知道它是对的 你知道是什么 错的 这个我能结 就是生见 由生见 起边见 生见一有我了以后 就什么 落入到边见 边见指什么边见 空有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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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圣我们都讲空有二边 我们顺道讲一下 这个中道十项义 我们做一点点补充 一般我们都讲空有二边 空有二边 大小圣都用空有二边 但是呢 两个表达呢 大小圣不太一样 藏教呢 我们用的是怎么样 离二边 离二边 也就是呢 双离论 离开空有二边 但是这个离呢 这个离呢 就是它的条件 要离 要离就必须要有一个什么 对象 要一个对象 才可以离 所以这个离两边呢 就是变成要有条件式的 有条件式的呢 那就变成用四项说 藏教是四项说嘛 对不对 大家 有时候我们在讲说 是说 离说 这个要怎么样 结合在一起 你看不懂的话呢 你就要回去到 藏教的四项说 所以离两边 四项说 它离一个什么 空有二边 显它的中道 十项 那这里的中道十项 是属于什么十项 信空无声 所以离两边 所以离两边 又叫做什么 双离论 这双离论是我给它取的 里面是没有 但是可以这么讲 一般可以看到离两边 但是没有看到这个双离论 双离论是我们为了后面的怎么样 相极论 做一个什么 比对 来讲 所以我给它按一个双离论 通教理说 理说 一样 非二边 它站在本体来讲 空性无声 空性无声 非空 非有 所以 非二边 非空有二边 它又叫做什么 相极论 是戒内的相极 孰地 集真地 但是孰地 集真地 只是一个什么 空无声 只是一个空无声 再来我们看到戒外别教 戒外的别教 它又叫做什么 离两边 你看这里离两边又跟前面的藏教 离两边 有没有 所以藏教也是讲 是离两边 空有二边 空有二边是指什么 生死以涅槃边 生死代表有边 涅槃代表空边 那这边讲的是什么关 这边讲的是 从空入甲关 有没有 那前面就是 从甲入空关 藏教的西空关 通教的体空关 有没有 这个要带入三关 再来做一个前后的区别 所以戒外的离两边 离开空有二边 生死以灭盘二边 那藏教是什么 空有二间二边 那这边界外是生死涅槃边 那这里又叫做什么 双离论 有没有 双离论 离开怎么样 生死以涅槃 这里是属于 但中佛性 假观 但中 离两边 原教又什么 飞两边 又叫做什么 双飞论 有没有 你看前面通教 飞两边 飞空有二边 说法界 飞生死 飞涅槃 你看 前面是离开生死边 离开涅槃边 有没有 别显一清净法界 无生死相的中道体 这一边是怎么样 飞生死 飞涅槃 双飞论 有没有 所以离跟飞的不一样 离是有条件的 飞呢 没有条件的 那 这个双飞论 飞生死 飞涅槃 双飞又怎样 又相及 生死 即涅槃 指一法界 你看 这里原教的 双飞又相及 生死 即涅槃 指一法界 通教 双飞又相及 非空有 有没有 俗地 即真地 指一无生 空性 所以呢 我们刚好一个对比 帐通别言 事相说跟理说 有一个对比的 对 所以弄到这个 这个你要很清楚 这个带进去 你才能够了解 他讲的 十项意 这个是顺带 我们为大家讲 这个边界 这个边界 有这个空有二见 大小胜的空有二见的不一样 那这个很重要 大家给他记下来 当中 这个双理论 是我给他加进去的 这个双飞又怎样 又相及 还有这个 离两边 双理论 这个呢 大家给他记起来 这个以后 你再看到这个 十项的事意会比较 这个清楚一点 我们有很多事意搞不清楚 就是呢 我们一方面没有做比对 二方面呢 我们没有做一个整理 所以他的文字上是一样 法义上呢 大小胜各表的不同 跟着我们来看 因空见 波武因果 即邪见 邪见呢 在这里的事意是波武因果 那邪见有时候 我们都讲不正确的知见 一切包括都是属于邪见 那这边特别指怎么样 因空见 波武因果 再来戒渠见 空见能通 灭盘 这个叫做戒渠 为空见是道 道就解脱道 空见是解脱道 这个叫做什么 见取 那也可以讲说 此见能通解脱 那这个呢 就是见取的 这个见取跟见取呢 好像很类似 那如是时时 曰三界 又八八十 为吉地 吉是因 那这里都是属于什么 见货 这属于贱 这属于贱化 这贱一色而取 是苦地 此贱从哪里来呢 一色而取 那此色 此色 真不真 不真 此色不真 因此苦疾流转生时 为四岛八苦之火所烧 为顿死诸虫 历死诸鬼之所残害 虫呢 代表顿死 鬼呢 有神通 所以代表什么 历死 所以见货用什么 鬼神 做匹育 顿死呢 用什么样啊 诸虫兽 做匹育 所以呢 灵德物节 是第一 空也 有一天呢 我一直在想这个什么 为四里面有一句话在讲 唯是所限 对不对 唯是所限不真 那唯是所限不真呢 这个到底是怎么讲呢 就像说什么 我们眼见色 对不对 我们眼见色 如何知色不真呢 知色不真 是代表 这个 眼见色 知色不真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是色不真呢 还是手之不真 还是两者皆不真 应该是哪个对 三个都对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我也是时常讲 这个 这个四旗不真 但是四旗不真 这个有一个问题 到底是指外成色不真 还是我们认知不真 因为我们的认知不真 因为我们的认知不真 再推到外成色是不真 对不对呀 是不是啊 是不是呢 我们先绽放下 但是呢 那天我忽然间想到 好像不是这么讲的 现在我的眼睛 见到外成色 见到外成色 现在我们是不是 心就起 对不对 这个不真 是不是在指呢 你心起的 那个东西 是不真 大家有没有想到 心 我们眼所见 心所起 心所起的不真 跟外面的不真 关不关系 没有 没有 我所见外成色 对不对 一见静的以后 我内心所起 也就是说我内心所想 对不对 所想 所思维 原来这个想跟思维是怎样 想跟思维 对了 想跟思维 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你想的东西呢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不要说忘心心喜忘静 你要看 你看到他本眼的时候 那天我忽然间 自己想到的 自己想到因为维是在讲的那一种 我发现 这个讲法 以前我听这个老师讲的讲法 有错误 不对的 我们一直在对着外沉静讲 对不对 使者维是不对外沉静讲 他应该是对着自己的内心讲 应该是对着自己的内心 而且在讲呢 我们没有先看到我们的心的本体 我们一直在看到外沉静 还是所限 还没有讲答案之前呢 我们先看到 说 这一面静子 这一面静子呢 它的本身是怎样 有没有东西 是空无的 对不对 他在讲说呢 这个静子 时常匹育我们的心 对不对 那他在讲说呢 一切都是幻化的 幻化是在指什么呢 幻化就是在指这个 静中所限起的这个东西 静中限起 这个是不是指 这一个是不是指因缘法 对不对 静中限起的这个是属于因缘法 那使者我们在讲呢 为事首先不争 是在指什么 内心一动 内心一动 那个东西就不争了 就不对了 心本来是有没有动 是不动的吗 它是清净无然的吗 空无一物的吗 对不对 那本来它清净无然 是空无一物的 现在限起的东西 就代表 忘还是真 忘 就是虚忘的 一动就是希望 可见呢 我们的心一动 对不对呀 对你就错了 你的心一动就错了 心一动就错了 干不干外面的事 不干 但是我们一直在讲说 外乘索然 对不对 死者不是啦 不会再讲外乘索然啦 我们搞错了 应该在讲这个心 本来是不动心 是不动的 心一动 不要说外乘 只要一动 就错误 一动就错误 这个既然是错了 那推到外境 外境也是什么 也是错的 应该从根本下手 不是外面 不是在那边什么 骗记直 对不对呀 不是看到再直取 不是啦 心一动 就错误 只要一动就错了 不需要第二句话再讲 心一动就是错 心不动有没有影像 就没有 心一动就错 那个就是从根本下手 至于我们讲的 这个言外沉静 然后什么 心手一一 走外面 再直取 这个骗记直 对不对 就讲了一大堆的 这根本 后来你会发现 根本我们是给它拉着走 不对 不对 你给它拉着走 死者他在讲说 这什么 真实的不动心 只要心一动念 就错误 眼可以建设 但是呢 不可以动 一动就错了 一动就错了 你想 哪怕你想好的 好的可不可以 不行 你想无声可不可以 不可以 无声空性 是不是给个个建 是吗 但是你落入到空间 你不知道吗 你以为说无声 无声就好 对不对 不错啦 你不要认为 那是你的认为 懂不懂 所以在讲这个理论的时候 有时候还要加上一个什么 实证 你没有实证之前 有时候你的认为 那是你的认为 认为也是一种什么 见 但是我们晓不晓得 我们不晓得 我们不会认为 那个是我们的 我指我见 我们会认为 这个是对的 所以这个呢 你阅读的时候 你会越发现 好像不大对劲 以前我认为对的 好像不对劲 但是这是一个过程 当你达到不对劲的时候 你会慢慢一直怎么样 更深一层一层的深入 这个有对你 对这个怎么样 禅修 法义 这个相应 会有所帮助的 你也不要因为这个样子 好像学的都好像不对 不是这样的 正确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从不正确的地方来 那你一定要修正它 对不对 要去修正 要这个样子 什么 反正心一动 就是这样 就是错了 一动 那就是错的了 那 那么 心 真心是什么 不动 一动 就不对了 当然了 我们也讲 这个 这个是小胜第一层 懂不懂 这个还要一直在往上推 往上推的时候 再讲到它的功用的时候 这个又不是这么说了 懂不懂 那下边呢 金破此剑 还约三甲四句破 何则 如意炼心旗 必因空见 静法成身 即是阴成甲 那这一边呢 前面是属于破友门 现在呢 就变成什么 破友 入空 现在变成是空门的破 所以前面呢 是属于友门的破 这里使者有四门的破 第一个破友门 现在破空门 但是这里标题没有写 自己可以给他写下去 自己可以给他 这个写在上面 这里跟着下面是什么呀 这个空门的破 那前面那个是属于友门 所以他这个都有四门的破 那前面是破一个什么 有一个心 破这个我 破有一个我呢 使者他在讲 破一个什么 我能修 我能证 但是有一个我了以后呢 就变成什么 我见我爱 有一个法 对不对呀 所以呢 现在破友 入空 那换件就是什么 破了我见 然后入到什么 法空 那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下一次呢 再来讲这个空门的破 那我们现在就回向 我们请合掌 愿消 三丈 诸烦恼 愿德 智慧 真明了 普愿 罪障 稀消除 事事 常行 菩萨道 是 小伙子 是